宏伟刚刚讲说诚信很重要 是 你说有一次朋友 想要把他的BMW车卖你 是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车子卖掉三四年 我刚好去年就想说 手上有一些闲钱 那也想买一台车 所以我那时候就订了一台电动车 那因为电动车去年在晶片 其实涨得很凶 很难订你 必须一年之后才有办法交车 结果我就想说 反正我已经订了电金了 我也等了这台车 想说期许 结果我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常常在换车 他身上也有四五台车在跑 他就突然有一天就是 跑到我的店 说听说你有订一台车 说你不要订 我刚好手头上有一台BMW 那想要卖掉 然后他那台是不到一年的车 然后他的旅程数非常低 只有两千多公里 等于新的 对 然后他那时候那台新车 他跟我讲说他还直接拿 他当初买的一个价格 就是两百六十几万 差了四 他说反正我到时候 我会去问三间的中古车行 那三间中古车行 我会取最高的 他也不想要了钱 他也不想要说 你去中古车行 被人家赚到钱 我想这合理 刚好我有去查一下 那个中古车价 是我能够负担的 我就很高兴 我就开始就跟我朋友讲说 我朋友要卖一台BMW 而且两千多公里 就市面上中古车 真的很难找 结果他就说 那你就如果要买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 原本定的车卖掉 我说好我就真的退掉了 就过了两个多月 我就跟我朋友 共同朋友在那边骑车 骑一骑我们就聊到这个 某某朋友 他说他车已经卖给 卖给中古车商了 然后我想说 他不是答应说要卖给 我只是他主动开口 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结果呢 搞到我后来要去买那台车 因为晶片在涨嘛 所以每一波订车的时间点 你会延后之后 而且我整加了十万块 那我这朋友就一直在夺我 我就说 你为什么当初 自己来找我说卖我车 那也因为你叫我把这个 订车的这个程序取消了 那我确实也都是都不要了 我又不是买不起 那你已经答应我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去做到 就他就跟我讲说 我后来仔细想一想 就是卖自己朋友车 假设你有一些问题 以后我们朋友很难做 是 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你当初你承诺我 那要不要买 无所谓 你也不吃亏嘛 你到时候我不跟你买 你也是可以卖给 同样的中古车商啊 但是我因为你这个动作 我把我的订单取消了 结果我现在要去买 我原本要订的车 我多了十万块 离谱 我那超级不适 是是是 那安宜 这个你跟全家去露营 儿子会问你说 为什么我们不买露营车 对啊 小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嘛 那时候有一阵子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住宿 真的好贵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五六日都出去露营 这样全家才五百块 就真的很便宜 搭帐篷 对搭帐篷 那就朋友就很有钱的 就开那种怎么样 百万路名车 里面什么都有这样 那小朋友当时看到 当然就会很羡慕啊 小孩就会回来问说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买那个 或者是他看到什么跑车 Lamborghini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买这个 小朋友都会这样 然后但是就我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说 平常我们给的奖励 或是什么 那我们通常都不会 因为什么缘故 就是我爱你 所以其实是没有理由 可是当然我负担不起的 我也不可能 因为爱你而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讲得很清楚 就但是孩子有时候不懂价钱 他代表的意义 我们就会跟他解释 比如说如果我买了Lamborghini 我们家的房子就没有办法住了 对几千万 是不是跟我们家房子 差不多价钱 然后小爱很可爱 他就会说 没关系啊 那我们就住在车上就好了 那我就说 那我们吃饭 那个洗澡怎么办 对不对 还有你要在哪边做功课 就是可能要给他一些 很确实的理由 对 那后来也是这样告诉他 他就说虽然我们买不起露营车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享受露营的快乐 对不对 我们自己搭帐篷 但是费用低一点 那这样的话 爸爸就不用很辛苦的去上班 那觉得孩子是可以接受的 对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他讲的那一点 我有确实体认 就是有一阵子我离职嘛 没有工作 然后常常带小孩出去玩 他就会 也是啊 看到玩具店 他就看到很贵的芭比娃娃 他就想要 后来那时候我也是跟他讲 我说我们可以买 可是妈妈就必须回去上班了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就很出乎我意料之外是 小孩子会说 那没关系我们不要买 他还是比较喜欢大人陪伴 这样子啊 对 那崔芬你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小时候被骗过啊 或者父母亲对你不守信用吗 我觉得我这样的经验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我很想要 很坏你就没有创伤了 我的创伤是属于那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我很想要 但他不肯买给我 就是我很想要一样东西 然后一直跟妈妈卢 卢说我想想要那个娃娃 因为以前很流行那种 喂那个奶的那种娃娃 有没有 就可以包在好像我有一个小孩 那种感觉 我就好想要好想要一个 那样的娃娃 我妈就是不肯买给我 然后我就会说买给我 因为我同学都有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同学都有 我没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 我也好想要有 好想要有 这种失落感就很大 然后我妈呢就跟我 我们两个就开始赌气 就是我甚至于用到了 一些不好的方式 就是我不吃饭 饿自己 我也希望你买给我 然后 这个不是通常在监狱里 才做的吗 你看那个监狱风雨 就是这样子啊 情了 有没有 就是我 我跟你讲这种有风险 因为老实讲 父母亲会舍不得你没吃饭 对 可是老实讲 你不吃一两餐 你不会死 对 然后可是一两餐 父母亲都没有反应的时候 自己就偷偷去歪乡饭 只要很累 怎么给自己一个那个 台阶系 那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赌气 一直赌气 后来我妈就跟我说 我其实已经想买给你了 但是你态度极度的不好 所以我就不买给你 那我就跟我妈 我后来自己学心理 我就很想跟我妈说 你当时不买给我没有关系 但你可以说 是因为你态度不好 如果你好好跟我说 我就可以买给你 那这样我就会完全改变 我的沟通态度 就不会用二字解 用一些不好的方式 来得到自己想要 其实我妈想告诉我说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这个方式是不好的 是 请大家继续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